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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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洛 今天要來拍穿搭影片 然後一共準備了七套穿搭 一起來看吧 我相信黑色的衣服 大家衣櫃裡面一定很多 然後黑色也是一個非常好駕馭的顏色 雖然我媽很愛說 不要鬼行哭穿的 all me 嘛 會覺得很不好 bad luck 或什麼的 但我不管 我覺得整身黑呢 就是一個字 帥 然後我今天穿的黑色系 大家其實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因為我想說既然都要拍這個影片了 當然要穿一些比較不一樣的展現給大家看啊 所以我今天穿的是一件 黑色的皮短褲 然後配上黑色的尼龍外套 然後裡面再搭一件白色的T恤 我覺得黑色系呢 為了避免我媽會說太過於歐媽媽 這時候就要透過不一樣的材質 讓整體看起來比較輕盈 像我今天皮的短褲 加上尼龍的外套 這兩個是 算是非常衝突的材質 因為畢竟皮是比較厚重嘛 然後尼龍就是很輕薄 這樣搭配在一起 整體就會看起來比較和諧 另外我裡面穿了那個白色T恤啊 那件白色T恤是比較長的 就是略長於我的那個黑色外套 那這樣整體就會看起來 層次呢可以再更突顯一點 然後搭配了一雙黑色的長靴 穿這種過膝的短褲呢 我很怕比例看起來不好 然後這雙長靴只要一穿上去 腿就會看起來無比長 這樣搭配起來我就會覺得 一切都過關 深藍色大概是我衣櫃裡面出現 最多的顏色了吧 因為我覺得深藍色就是很優雅 很高級的一個顏色啊 然後它又沒有像黑色來的這麼的 純這麼的強烈 但是同時又可以展現出那個 深色系的那種低調 然後我今天穿的褲子呢 是一件深藍色的休閒長褲 這個褲子我非常喜歡它 是因為它的材質 它的材質是帶有一點彈性的 然後它這個布料啊 穿在身上就會有一點垂墜度 然後這個墜度呢 就可以讓整體的風格看起來 比較輕鬆比較休閒 上衣我就選了一件 同樣是藍色系的針織Polo衫 那這個Polo衫的材質 一樣是很輕薄柔軟的 對我來說我覺得上下的材質 都是這種比較柔軟啊 可以這樣整體是很有一個整體感的 我以前都不敢買米色 因為我覺得太容易髒了 但是我現在就是開始買了米色之後 我就發現非常好看 尤其現在這個季節 春夏春夏 身上多穿一點淺色系 其實會看起來非常的舒服 然後也很符合現在的整個氣候的感覺 但是淺色系穿搭很忌諱的 就是整體看起來太白太淺 沒有什麼重點 所以其實我的褲子它不是純白色 它是有一點奶白奶白 優雅高級的奶白色 然後我上身穿了一件墨綠色的Polo衫 那這個Polo衫一樣是針織的 我很喜歡買這種針織的Polo衫 因為我覺得看起來就是很有質感 版型也很軟很貼合身體 就會覺得穿起來是很舒服的 那其實像這樣子的搭配要穿去上班 絕對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然後如果辦公室的冷氣很冷的話 就再搭一件同色系的外套 就完全沒問題 紫色呢一直是我這個人的命定色 雖然我也是受我旁邊的朋友影響 但是我喜歡的那種紫色呢 不是純紫色 要是那種摻了很多白色的紫色 那紫色一直會給人一種比較神秘啊 然後比較夢幻可愛的感覺 但是我今天選擇的是紫色的西裝 我知道紫色的西裝聽起來好像很誇張 但其實穿上身之後非常的可愛 然後我裡面搭了一件嫩綠色的T恤 就是可以帶出整體的這種很活潑很輕盈的感覺 另外Tone on Tone的技巧呢 就是一定要連襪子也照顧到 我今天腳上穿的這一雙鞋子 它是有一點透視的感覺 所以我運用同色系這種深紫色的襪子 整體呼應看起來非常的時髦 我這一套就是想要表現真的非常非常休閒的那種風格 然後我相信淺藍色的牛仔褲 應該是大家衣櫃裡面都人手一件的單品吧 但我這一件牛仔褲有點特別 它的褲頭一樣是鬆緊帶的 然後它的前面呢有壓兩個折子 看起來會稍微比較有精神一點點 然後另外上身選的是一件帶有條紋的 天藍色的短袖襯衫 它的領子呢是古巴領 這種古巴領在夏天穿起來 就覺得整個人很清爽 就覺得哇輕飄飄 然後藍天白雲的感覺 看起來非常的舒服 整體的剪裁就是寬鬆然後舒適 所以這樣子的搭配 就是我很日常不想動腦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子穿 綠色應該算是我最近非常愛買的一個顏色 然後也是最近越穿越覺得好看的顏色 我小時候是完全不買綠色衣服 只買深藍色的 那最近覺得穿綠色在身上其實蠻襯膚色的 所以我最近就買了很多綠色系的衣服 今天這條長褲呢是一件開心果綠的長褲 那我很喜歡這件長褲的原因是因為 它的褲頭啊是用那種鬆緊帶跟抽繩的形式 這樣有別於那種西裝褲那種很正式的褲頭 帶給我自己會有一種會覺得 好像過於拘謹過於嚴肅的感覺 所以這件褲子我個人非常喜歡 那另外我上衣選了深綠色 那這件深綠色上衣就是很普通的 比較寬鬆的T恤版型 所以因為它比較寬鬆 所以我在袖子兩邊啊 我就會稍微反折一下 看起來比較有活力 那今天這一套綠色穿搭呢 我想要講一下的事情是說 有時候我也會很擔心說 下身比較淺上身比較重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種頭重腳輕的感覺 但是其實我覺得只要把那個比例拿捏好 其實穿起來是非常凸顯整體風格的 那另外我就是搭了一個橘色的帽子 因為我個人覺得橘色跟綠色很搭配 然後那個橘色帽子是非常非常橘的那種橘色 會讓整個風格更運動一點 更街頭一點點然後很好看 這一套是今天七套裡面 我覺得算是稍微比較進階的Tone on Tone穿搭 那我覺得Tone on Tone不光只是同色系叫Tone on Tone Tone pattern也可以算是Tone on Tone的一種 條紋配條紋是有一點誇張沒有錯 但是是不是穿起來蠻可愛的 我今天穿的這兩件呢 他們都是屬於泡泡紗的材質 那泡泡紗很常運用在西裝啊 或者是短褲啊夏天 夏天就非常適合泡泡紗 泡泡紗這種表面凹凸不平的這種布料啊 比如說夏天流很多汗的時候 你穿在身上它不會這麼的貼你的皮膚 讓空氣可以有一點流通的 所以泡泡紗在夏天非常推薦 大家可以入手這樣子布料的單品 那另外鞋子上面呢 我穿了一個運動鞋 配了同色系的襪子 就非常的可愛 整體有很完整的穿搭感 以上就是今天七套的Tone on Tone 同色系穿搭 如果大家看完這支影片 還想要看更多的穿搭主題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說 最後記得幫我讚頂分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